我要去睡覺了 我要趕快明天 四點就跳起來囉 來來我要去學校了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我們家哥哥明天要去小學的新生訓練了 耶 期待上小學嗎 有 準備好了嗎 沒有 這個學校是Cody自己選的 我們有讓他去體驗了很多不一樣教學的體制 三個 三個學校他們都有 一到兩天的一個學校的體驗影 最後我們綜合評估下來 離我們家比較近啊 然後整個學校環境跟人數的大小規模 他是最喜歡的對不對 明天就去學校 你會緊張嗎 第一天上學就會 我第一次去那裡上的時候 我已經有認識一個女生了 喔 真的喔 這個學校他那時候去體驗的時候 男女的比例吧 大概是8比2 那其他兩個學校都相反 所以我覺得蠻特別 就是不同學姿會吸引到不同樣的性別爸媽的家長 三個男生 三個男生也很少對不對 Cody其實他比較慢熟一點點 但後來你看他幼稚園的狀況 其實也都蠻好 跟很多同學都處得蠻好的 所以可能很快就會跟同學認識 但剛好呢 下禮拜他們有一整週的那個新生訓練 我們剛好卡到哥哥的畢業典禮 需要不斷的彩排 所以我們只能去2天 那2天的話後面同學可能會越來越熟 那你可能就會稍微有一點點不認識 但沒關係 因為之後你還有6點的時間 可以跟大家玩在一起 那今天呢 我們就來幫哥哥準備一下 他要上小學的一些器具啊 然後還有學校給的通知單 看要準備什麼東西 你先明天早上一起去體驗 新生訓練 你很期待小學生活對不對 對 感覺你好喜歡喔 我們都不用擔心這樣好棒 因為跟你上幼稚園的時候好不一樣 幼稚園的時候你都還在校門口哭了 三個小時 什麼三個小時 一年半 感覺應該很好玩 你才會這麼興奮對不對 就比較沒有壓力不會這麼緊張 好給你看一下 這是這次的課表 我只看得懂一點點 看得懂一點點 那我跟你講 你翻譯的時候就會發字符囉 嗯 然後它會有一個 英語測試的時間 英文課是用能力分班 那你就是自然正常回答就好 你會就會 不會就不會 然後現在我是七橋板 你有玩過七橋板嗎 你明天就會玩到囉 它是一個像拼圖這樣子 它會有很多種形狀 是拼圖啊 正方形啊 三角形啊 再來就四點我們就會接你下課囉 然後再來就是要看要準備些什麼東西囉 第一個你要準備書包 有沒有 書包準備好了嗎 在這裡 好 對 第一天帶這個 可是 你可能只用得到一天 為什麼 因為它第一天應該就會發學校的書包 然後再來需要 環保塊跟湯匙 好 去準備吧 拜拜 我要去拿了 帥 哥哥要去學校咧 我們要去不一樣的學校咧 你們要去不一樣的學校咧 怎麼辦 我不需要 我們先從這裡找去好了 是啊 是啊 嘿咻 我們今天去外面看 如果有看到 你也可以買新的那個 筷子咧 要需要餐具 啊 還要筷子喔 筷子跟湯匙 這兩隻是我的 這兩隻是我的 蛤 沒有 等鬼 來 把他碰這個 我們先準備著 那如果等一下去外面有看到 可以以後小學用的話 我們再買 哇 剛好中間送你這個書包 剛剛好 一熊 一熊 好 再來是水杯跟牙刷工具 OK 就牙刷工具 等一下 欸 剛好耶 拿到還有什麼 還有 試那些 你要買新的還是試那些 我想要買新的 好啦 那你先準備 OK啊 如果等一下要買到那門新的 進去 然後要基礎的文具用品 什麼是基礎 就是筆啊 尺啊 是 刀鉗筆都有 然後我要跟妳說 還有規定一些東西不能帶 不能帶手機 不能帶平板 不能帶智慧手錶 不能帶貴重物品 這是那個新生體驗的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開學要準備的東西 而且很特別喔 你看他說不能帶平板 可是他開學要準備的東西 第一樣就是iPad 直接直接寫 建議型號 iPad Air第五代 64GB Wi-Fi版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等一下要不要買一台新的iPad 因為你之前那個iPad裂掉了 然後你之後上小學 可能都用得到iPad 然後老師又說要準備 嗨 請 幸福來了太突然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鍵盤 鍵盤他說二三連擊才要 你現在一連擊還不用 他說要準備工具箱欸 可以手提的工具箱 你用什麼工具箱 它卡牌的 我要玩具盒 好 你去哪一個 箱內要放 塑膠直尺 然後兒童剪刀 膠水還有烤紅膠 去拿吧 剛好我有膠水 膠水 然後還要 彩色筆我們有彩色筆嗎 彩色筆 我已經拿出來了 色籤筆 這是色籤筆 這不夠 然後還要兒童的畫衣 你畫畫柯的衣服 啊 我有兩件 糟糕 這 媽咩 這怎麼都是比乾淨的 然後還要備用的上衣跟褲子 他說可以戴在小枕頭 或是博外套 沒有說可以推 小學的睡覺 可能就是趴在桌上了 已經不是躺著了 對啊 我趴在桌上 也是可以蓋著 就劈著 不要太厚 小小的就好 啊 我知道是什麼 妳順便拿一個黃寶袋來抓 那我們等一下就出發來去看 還有什麼東西沒有 像iPad啊 當然就是筆記啦 妳一直強調筆記 它上面沒有寫筆記 這不知道第幾代 它沒寫 iPad 8 第五代 好像可以 旁邊拿掉 我們在旁邊拿掉 可以啊 它原本就 那就這台就好 有粉紅色欸 媽鬼龍 藍色 紫色 粉紅色 星光色 太狂灰色 學校是建議64就好 真的喔 我們之前64用的超級抗 對啊 我覺得64有點太小了 對於一個試用者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之前就要一直上一直上 嗯 那我們還是256 好啦 妳要粉紅色 紫色 妳要紫色喔 太好了 媽媽也喜歡紫色 可以玩遊戲嗎 可以玩什麼遊戲 我現在256只有黑色跟藍色 只有黑色的藍色 可以幫妳料料的話 是弟弟想用的 對 最後決定把哥哥買64 因為64有紫色 但其實想想也好 當64G買的時候 妳就必須自己要去做抉擇 然後刪索 然後我後來也突然想到說 學校為什麼建議64G就好 是因為他們可能就是會讓他們下的那些東西而已 如果給他容量太大的話 他可能會自行去下的其他的東西 那這邊跟你們做個確認齁 64G的iPad Air 第五代 就是現在新Wi-Fi的版 然後在這邊 PURPLE 紫色 PURPLE 然後全新沒有拆過的 紫身 這邊 小心不要剛買就摔到喔 來 它裡面就是那個 充電線跟充電頭 我先幫你電保護電腦 登附一下喔 買了iPad 下一站要買什麼 呃... 筆記本 筆記本 然後殘袋 什麼的 我自己不是筆記本啊 好 給我看一下妳現在買了什麼 一個紅椒椒水 筆記奧紙 是不是都有 我都叫公主耶 OK 去買碗 這幾個碗 小學跟幼稚園比較不一樣 小學一天應該就只吃一碗了 幼稚園那要吃幾碗 三碗 以後就只剩一碗囉 為什麼 一碗在 直接來阿卡加紅包 比較快 它可以擦牙栓 然後你就不用放在裡面 喔 那妳有喜歡的嗎 你幫我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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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選 好 那就這個 結果最後還沒有找到室內鞋 我們剩下最後一個 室內鞋 我今天選我都拿室內鞋 呵呵呵 還有我的筆盒 膠水啊 什麼都買好了 然後 那些紅膠也買了 膠水也買了 可是我還是帶了一個白膠 然後換洗衣服 我們都先戴個幾袋 學校應該是有地方放的 還有這個 是我的睡袋 有一半是上學的時候才用得到 不確定明天可不可以先戴去 然後直接先放在學校 然後我明天就待在看 就都準備起來了 如果工具箱 還有這個 棉被 還有衣服 都可以放在那兒的話 我就不要帶這麼多東西回來啦 對啊 沒想到可可這麼興奮 呵呵 對啊 新的學校 我要去睡覺了 我要趕快明天 呵呵 太期待明天是不是 祝妳在新的學校 可以交到新朋友 然後玩得開心 好嗎 我只知道 我喜歡女生 呵呵呵 那剛好那個學校很多女生是不是 是嗎 呵呵 好那妳要去睡覺了嗎 8點就要去睡了嗎 這麼興奮 好我可能會晚上都在說 我想去學校了啦 早上就跳起來是不是 4點就跳起來嗎 拜拜我要去學校了 呵呵 還有是我的房間地 哈囉 那就期待一下 明天開始 哥哥的國小校園生活啦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啊 也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分享按讚 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閉嘴 對啊 不要給我拿來寫情說 寫情放在石頭去 好像很方便 以前爸爸都用信紙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我寫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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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all What I love all Princess OhPrincess 哦 嘿嘿 你得死 ninja mens 你得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